最近日本的水族馆中发现了纯种的野生中国大泥 而且还是四只 其中还有两只活体 大泥是怎么去日本的 日本发现的这四条纯种中国大泥对我们有什么帮助 中国大泥这个神秘的两栖缸中的巨人 由于栖息地被侵占污染 被人类捕杀做成菜 它们依然在逐渐滑向灭绝的红线 有人会问 明明现在养殖大泥的数量很多 怎么还说它们宾威呢 其实这次意外的发现 分别来自日本的东京阳光水族馆雄性火体 广岛市前左动物园雄性火体标本 以及近期死亡的岗山县私人宠物一共四只 现在均已被确认为纯种的中国大泥 这意味着它们的基因组 没有和人工繁殖的个体进行过杂交 保持了野生种群的原始特征 这一点尤其重要 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我国对野生大泥造成了过度捕捞 用于人工繁殖的大泥 往往是从野外直接捕获的 这不仅减少了野生种群的数量 也破坏了它们的遗传基因多样性 而目前的保护区繁育工作 也面临着严重的基因多态信息含量下降的问题 这次的发现可以说是中国大泥的一道曙光 这次的意外发现 起初源自京都大学对日本大泥 与中国大泥的本土化杂交情况进行了调研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 中国大泥作为食材被引入日本 当时仅仅张家界地区 每年就能出口50吨的野生大泥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被引入的大泥开始与当地的日本大泥杂交 导致纯种日本大泥的基因逐渐被稀释 日本大泥俗称大山交鱼 中国大泥虽然与其外观相似 但在生物学上存在一些关键的区别 中国大泥体型更大 而日本大泥通常较小 为了掌握中国大泥在日本的杂交情况 京都大学的研究团队 对鸭川水系和水族馆中的大泥进行了基因分析 在73只大泥中 科学家们惊喜地发现了两只纯种中国大泥 日本发现两条活着的纯种中国大泥 日本动物生态学家清水泽雄惊喜地说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甚至可以挽救 濒临灭绝的中国大泥野外群体 这项发现证明 即使在人类活动的影响下 自然界仍有可能保留着 珍贵物种的纯正血统 而且这两只纯种中国大泥的存在 为研究它们的遗传多样性 提供了宝贵的样本 对于这两条纯种中国大泥 科学家们可能会考虑将它们纳入到人工繁殖计划中 以增强野生种群的遗传多样性 中国大泥和日本大泥 这两个物种虽然同属于大泥属 但的确是区别很大的两种大泥 中国大泥俗称娃娃鱼 它们体型最大 成年个体可以达到1.8米 而日本大泥俗称大神骄鱼 体长一般在1.2米左右 中国大泥的皮肤颜色偏向深棕色 而日本大泥则剁为灰色或浅棕色 日本大泥的头部和背面的油秃较大 通常是单个单个的冒出来 而中国大泥的头部背面散布着较小的油粒 体表较为光滑 中国大泥是目前现存的两栖动物中 体型最大的一个物种 从广泛分布于中国的多个省份 关于中国大泥最有趣的就是娃娃鱼这个外号的由来 人们都说娃娃鱼的叫声酷似婴儿 但事实上中国大泥本身没有声带 根本无法发声 中国大泥的性格比较宅 冬春季基本藏匿于水下 不过到了夏秋两季 它们偶尔会爬上岸晒晒太阳 大泥真正活跃的时候是在夜里 它们喜欢夜游狩猎 只要能吞入口中的食物都不会放过 虽然它们看起来较为慵懒 但咬合力是非常强大的 不列本领堪称一流 遇到危险时则会放出刺激性气味 也是日本人称大泥为山椒鱼的原因 中国大泥同样也有这种本领 适应大泥生存的水温在3到23摄氏度 最好是10到25摄氏度 体型大的通常在深水区活动 而小一点的则在潜水区 成年的大泥大多独来独往 而小泥则喜欢成群结队的待在石头凤里 大泥还有个特别的本领 它们可以借助皮肤进行辅助呼吸 在野外溪流含氧膏的情况下 可以在水底待上好长一段时间 中国大泥离灭绝只有一步之遥 根据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数据 野生中国大泥的数量在过去几十年中急剧下降 目前被列为极微物种 虽然我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大泥养殖工作 但这些养殖个体多数用于商业目的而非物种保护 缺乏有效的遗传管理 这些养殖个体的遗传基因多样性受到了威胁 这进一步加剧了野生领军的病危状况 而日本大泥也面临着类似的威胁 有研究表明 日本大泥和中国大泥之间可以产生杂交后代 并且这些杂交后代很可能具有繁殖能力 这种杂交现象也导致日本大泥的野外个体基因出现了问题 但由于日本的相关保护工作开启比较早 野生种群的状况相对较好 目前日本大泥只是尽为物种 其实作为溪流中的顶级捕食者 中国大泥本身的生存能力是十分优秀的 只有这种超乎寻常的适应能力 它才能在地球上安安稳稳的度过三亿六千多万年 只可惜熬过了恐龙却没熬过铁锅 从1978年到1999年 大泥在中国黄河 长江 珠江流域及其支流广泛分布 分布限域面积达52万8440平方公里 但是到2000年至2019年间 其分布限制数量下降至38个 分布面积缩减至85,560平方公里 种群密度也从过去的每平方公里50位降至1位以下 针对大泥的保护 中国已建立47个自然保护区 但仅有约21%的大泥分布区在保护区内 这就出现了保护空缺 为了恢复和保护中国大泥种群 自2002年起 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人工增值放流 累计放流超过27万位 放流活动涵盖16个省市自治区 其中2016年放流数量最多达6万位 尽管放流活动规模庞大 但大泥其实本身的繁殖能力就比较出色 疑似可产卵400到1500枚 然而大泥的生长周期长 性成熟晚 这使得保护成效并不明显 增值放流的成活率较低 部分保护区内如漂流等旅游开发活动 也对大泥的生存构成了威胁 同时放归个体的遗传背景不明确 可能导致遗传基因污染 与本地种群出现生存竞争 可能会增加原生小种群灭绝的风险 总的来说 中国大泥的保护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 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五零 欢迎点赞评论加关注 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